形成一种风气 我这个比喻当然可能是不合适的 比方说啊 当年有一个年代 就王硕小说非常风行的时候 它带来的影响利弊可以说兼有 有的时候有点过头 比如说就反崇高 一旦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以后啊 那我很真诚的 讲点什么很有价值的话 你不好意思 你们慢慢你脸红 它慢慢产生一种调侃的这么一种东西 就是说你要太透露心中情了 或者当然因为我们过去经历过那个年代 就过于假大空的一些宣传 但是呢到最后呢 这个出现了一个颠覆的这么一个风潮 这种颠覆的风潮呢 有点像带来一种就您说的 法国现代音乐的某种标准 就说你输什么情啊 那多酸呢 对吧 还还还还还还什么 哎呦我的土地 我这太low了 可是我上次见到一个香港的一个电影人 他也觉得 他说这个我们拍了一个电影叫十月围城 其实电影挺好看的 对吧 他说就里边有中山现在有什么 就说 讲新拍革命 对 就说我们觉得讲的那些烈士的话呀 香港的编剧觉得是很真诚的 多么动人呢 但是为什么在内地电影院 他们就会笑场呢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我们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个变迁 所以呢 咱们有些时候觉得即便你是出于真诚 也出现了误读 比如说我们要拍一个片子 一个嘉宾 他讲着讲着他流泪了 那我就说流泪了也很好啊 就就能够 咱们就用的长一点 哎 我真的发现年轻一代 跟我就不 年轻的这个编辑编导 就说哎呀 文道老师 不不不 不要差不多就行了 就不要出他流泪的 这人家说咱们太煽情了 哎 我说他又不是有意制造的 人家是就是自然的出于制成 为什么就 但是如果在他家他不会流泪可能 您是说他是表演 他不是表演 他是场景所致 就是这个环境 处境生情 对 让他可能更有某种表现欲吧 那就您说的这种 就是说感情 似乎就被这个 比如说这个逝去的时光里面 那这种东西 似乎就被他们的时髦 所低看 不是 我觉得在法国艺术里边 我我特别有感触的 就是说 他们会在 达到高点之前 就进行限制 节制的 节制 进行限制 要进行限制 要克制 克制是高雅的体现 如果不知道克制 一个劲的放纵 会让人家 鸡皮嘎唇起来 就觉得 太切了 这个人 真的不好 但克制 是不是又太刻意了呢 第一说就是刻意 对 您刚刚一说这刻制 我就想到 那个简薄金 他一开始不老拎一个菜篮吗 就在拎那个著名的包以前 不老拎一个菜篮吗 我小时候会觉得 哇 拎菜篮特别酷 但我现在才会看 我觉得特别刻意 就是你这个随意的背后是刻意 那克制的背后 是不是也是刻意呢 那比如说你化妆 是不是刻意 他就是这个 如果你不化妆 那有些人就会认为 你就是一个野人 就是一个操人 但如果你一定要化妆 那有些人认为 你就是做作 那观点不一样 但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与传统 对这个国家的影响 是不可更改的 你到法国就绝对不能删情 就觉得一个人应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对吧 你愿意做就做 就是这样 就挺好 但是不需要删情 我们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研究生的宿舍里 就在整这个问题 就是一种认为艺术 就是真情实感 我现在有真情实感了 我流露出来 我流泪了 我喊了 我骂人了 这就是艺术 因此呢 我们很多人喜欢巴金啊 等等等等 那另外一派就是 前面讲的这个是 我们把它叫什么 积极浪漫主义 就拜伦啦 雪莱这些 那另外 格尔利志啊 活思活思啊 他们就认为 艺术不在于这种激情的宣泄 而是这种激情冷却下来以后 变成了一种艺术的格式 那个才叫艺术 所以法国人呢 至少是 这个陈老师介绍的 现当代的这个法国艺术界 比较偏向于接受 我们称之为 消极浪漫主义的 这一派的文学观 就是你哭的时候 这不是艺术 明年这个时候你还哭 你写出来 也许是艺术了 那我说那个特别好 他说他到法国就是 一棵长到30岁的中国树 一致到法国 然后再回来 就是一个又移植回来的 一个世界树 我觉得这个说 他的音乐也特别合适 是吧 因为你没有文化的根之后 你是很难成长成一个大树的 但是呢 如果你就这么想 你肯定就是个三流作学家 就这么想 是只要用中国民族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想 只有用中国才能成功 你肯定是个三流作学家 因为你就是一个 文化出口公司 就是一个拼牌 有一商店 西地来点 中央来点 合在一起 为了让你高兴 也为了让你高兴 谁都不高兴 陈老师说的是 您说的是艺术性 人性 心性是靠前面的 家国性反而是靠后面的 从艺术角度来说 对 我觉得家国性 实际上是你 我觉得是人 一个作曲家 或者一个艺术家 其实在哪儿生活 这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什么地方 你可以找到自由 可以找到独立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 那个地方就可能是 你的灵魂家园 也就是可能成为你的家 这个时候你创作出来的音乐 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台湾生长的一个年轻人 你必然带有那个地方 留给你的所有 你真是摆脱无调的 其实这只是不分高下 就是我们经常把这个中国风格说的狭隘 就必须是一个中国旋律 或者是中国戏曲 这才叫中国风格 实际上不是 中国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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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要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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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一定是与西方的 那个绝对不能煽情 进行的一个杂交 那肯定是这样的 所有成功的中国作品 就是中国人写的作品 陈老师呢 还有 就跟您的性格也有关系 他早年呢 他甚至就觉得 就说 欢乐的音乐 一般都比较肤浅 出不来什么好的音乐 他觉得好的音乐 都得是忧郁的 文学都是这样 表演也是如此 大部分的好作品是悲剧的 对 那么人就是悲剧的 大家在座的人 最后都是悲剧的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我们挣脱不了命运 可是因为 悲喜同源 因为我们逃不掉悲剧的宿命 那我们不是更加应该 抓住一点非悲剧的东西吗 可是为什么人类 非悲剧的东西没有感受啊 就是这个 还是生活本身给予你的 所有的回忆中间都带着悲伤 所以呢 我想让他们找了个照片 我因为这张照片 引出我一个问题 你看 他这个出来谢幕 你可曾见过哪个作曲家 这怎么像 我觉得为什么当时您是这么一个 后面是鱼龙是吗 是 这是像是什么表情啊 因为那个是在雨离去世以后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演失去的时光 他们请我去广州 然后大家都特别有感受 那真是对不起了 上台谢幕的时候 你看鱼龙那个姿势 真的是 当时您是就是想到了雨离 对 抑制不住嘛 因为这个时候场景就是个样子 整个排练的过程啊 因为以后在他去世之后 每一次听音乐会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对不起 对不起 这种感觉 对不起儿子 对对不起 就是我还在 还在享受 我还在享受人生 这种感觉 这徐老师知道吧 我觉得可以对我们是 对很多生活中遇到变故的人啊 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安慰或者一个辅助 真是痛失爱子啊 那是多大的打击 但是我也觉得您到今天居然说出来了 说时间真的可以治愈一切 是的 不管多么痛的损失 时间都可以治愈吗 但这个痛本身 它是深深地留在心里的 只不过说 你不可能天天都生活在这个氛围之中 停止了你的这个继续的生存的 这个欲望和生存的可能性 而且很多事情你可能 正是在这种感觉中间 你才做得更好 嗯 为什么 我的好多作品 悲喜同源什么 都是因为他呀 哦 对 万年欢悲喜同源 然后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两字难忘 对 都是身有感 有感而发嘛 那这也就是中国姓 我们所说的 对吧 是在抒发一种情感 是很深的情感 直接联系到灵魂啊 等等这些 而这个时候你不会去想西方人呢 什么不煽情 这个他有多么时髦什么的 所以你才会有一种自然的一种 灵魂感召的一种力量和勇气 去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 我喜欢就行了 只要我有感而发 我就相信这个力量是一定 它是超越人为的环境因素的 感谢观看